余磊作品 余磊作品 我是余磊 我们讲成猪理学 朱熹认为 理存在于世上的一切现象当中 我们通过观测世上所有的现象进行思考 最终就能领悟理 说到这儿你可能感觉 这个理那不就跟物理化学这一类的自然科学很像吗 什么是自然科学呀 那不就是通过研究身边的现象 发现其中共有的规律吗 但是区别在于 自然科学只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 而不会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换句话说 自然科学不带有道德元素 比如科学家研究基因 他告诉我们自私是人的本性 但这个研究并不能告诉我们自私是对的还是错的 自然科学仅仅负责陈述 自私是人的本性这个事实 但是理学不一样了 朱熹认为这个理不仅蕴含了世界本来是什么的客观规律 还蕴含了世界应该是什么的道德律令 这一点很像康德 康德是通过形而上学推导出道德律令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世界是什么样的客观规律可以推导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这就要讲到近代的科学思维和我们传统思维的一个巨大区别 所谓的科学是在欧洲启蒙时代诞生的 那个时代欧洲人特别崇拜古希腊的哲学家 其中一个被大家广为崇拜的是欧基里德 因为欧基里德只用了五个最简单的公设 后面只靠逻辑推理就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几何学大厦 能够解决平面几何中的一切问题 这种用几个简单公设靠逻辑建立学术大厦的思维方式充满了简洁的美感 让欧洲的思想家非常崇拜 所以欧洲思想家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也遵守着类似的思路 说我们要想解释这个世界 我们就去找产生这个世界的源头 找到源头了 后面只靠逻辑推理就能建立整个学术大厦 比如牛顿力学 就建立在最基本的几条定理上 世间的所有物理现象靠这几条定理一路推理出来 所以近代科学的思维是 我们看见一个东西 首先思考产生它的原因 通过这个原因把这件事当中的因果关系找出来 找出了因果关系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事物的本质 比如说我们看见鸟儿在春天求偶交配 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是 我们去思考鸟儿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比如答案是鸟儿在春天交配 是因为春天食物很多 利于幼崽成活 在远古时代也曾经有不在春天交配的鸟 但是它们都在大自然的残酷竞争中死掉了 所以今天活下来的鸟都有一段基因 一到自然温度上涨到一定度数 就开始刺激鸟儿发情交配 有了这样一番解释 科学家们就认为已经解释了鸟儿在春天交配 这件事的因果关系和本质了 我们知道了这个规律 就可以利用这个规律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好了 科学家研究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 所有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因果 比如天为什么下雨呀 为什么打雷呀 人为什么会出生啊 为什么会生病啊 为什么会衰老啊 这就是有因有果 看到了果去找它的因 那这个所谓人人都信仰的科学 是不是跟佛教又殊途同归了呢 佛教就讲一切因果 科学也在找因果 但是中国的传统思维不一样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 人世间的一切东西 包括人的行为举止 人的社会活动 都和大自然遵守同一个终极规律 这个规律人类是不能抗拒的 你违反这个规律就会受到惩罚 比如一个中国传统学者 观察到鸟儿在春天求偶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 一个鸟儿应该在春天求偶繁殖 如果他不这样做 他就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他就没办法正常养育后代 也就是说 在现代科学家看来 我们可以利用自然规律 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当我们发现了自然规律 就等于知道了我们可以干什么 而在中国传统学者看来 我们只能顺应自然规律 所以当我们发现了自然规律 就等于知道了我们应该干什么 所以朱熹这里研究出来了理 最后得出的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道德律令 那么怎样能研究出这个理呢 人也是万物嘛 每个人的心中也就都有理 但是既然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相同的理 为什么人和人的外在表现都不一样呢 这个世上为什么有好人坏人 庸人哲人呢 这是因为 虽然每个人心中的理都相同 但是气不同 气是有轻有灼的 轻的就是圣人 灼的就是庸人 修行的目的就是把气由灼变轻 朱熹用灯笼来做比喻 他说理就是烛火发出的光亮 气就是灯笼指 灯笼指越浑浊 灯就越昏暗 最好的情况是灯笼指整个没有了 那就是最明亮的了 讲到这儿 这里和佛教的染静说就是一模一样了 朱熹又认为 所谓灼的气 主要就是人那些违反道德的欲望 是这些欲望把理给遮掩了 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言做一个比喻 理相当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观 比如说姐夫看见小姨子漂亮 但是在小姨子面前 也不会表现出什么具体的行为 那这就是因为姐夫内心深处的理在起作用 他相信礼教大方 不能随便轻薄小姨子 那如果那个浊气沾了上风呢 姐夫被欲望蒙蔽了 热血上涌 心想俗话说得好 小姨子是姐夫的小棉袄一冲动 啪亲一口完了 按照儒家礼教 这个姐夫成了丧心病狂的罪犯 这个浊气把心中的礼给遮蔽了 所以成诸礼学讲存天礼灭人欲 它不是要禁锢你的所有欲望 是让我们认识礼 做符合这个礼的事 必须把这个浊气消灭掉 后来的人经常用存天礼灭人欲 这句话来批判成诸礼学 说它禁锢人性 这个批判是不正确的 成诸要灭的人欲 不是人类的所有欲望 而是违反了道德标准儒家制度的欲望 姐夫不能喜欢小姨子 但夫妻亲近不仅允许 而且是应该的 这是因为传宗接代符合了儒家的理呀 朱熹曾经作诗说 穿原红绿一时新 木雨昭晴更可人 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跑去去寻春 他说你看呢 外面的春光多美好啊 别看书了 扔了书出去玩吧 你看他显然不是一个死板的老学究啊 但是光摒弃了浊气还不够 禁欲是消极的行为 顶多让人不违反礼教 但是不能指导人主动做什么 比如说孔子那样的儒家圣人 孔子不仅仅是不纵欲 他还有智慧 留下了论语等儒家经典来指导别人 这个论语中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能不能也像孔子那样拥有伟大的思想呢 朱熹认为孔子伟大 是因为孔子了解了理 这个理是终极的真理 所以根据孔子思想总结出的论语就成为了传世的伟大著作 如果我们也了解了理 我们就可以像孔子那样为这个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也能成为儒家的圣人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了解理呢 因为理存在于万物当中 所以我们通过研究身边的小事物就能发现理 朱熹管我们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和思考 去发现其中蕴含这个终极真理的过程就叫格物 理存在于万物当中 那么我们只格一个物 能不能发现终极真理呢 也是可以的 这里就和自然科学有区别了 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用的是归纳统计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观察很多很多的客观现象 然后去想一想有没有什么统一的道理 能概括所有现象 这个统一的道理就是我们的科学定律 如果我们只观察一个事物 就不能得到有用的科学定律 或者说极小的概率才能蒙上 但是朱熹认为通过研究单一的物体来发现理 也是可以的 我们对朱熹的格物说有一个常见的误解 很多人认为朱熹是在号召人们格掉天下所有的事物 格来格去永远格不完 其实也不是如此 朱熹的意思是格物如同用功学习 既然一切事物都可以格 那么平时见到什么就格什么 这样才能抓紧一切时间用功 格物置之嘛 我们当代的很多大学 也都会把格物置之这四个字刻在校训 或者是做一块大石头雕刻在校园当中 格物不一定要格掉所有事物 但是你一定要格物才能找到真理呀 既然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终极真理 那么理论上你只要能穷尽一个事物的理 你就能可推而无不通言 你就可以获得终极真理了 当然所谓穷尽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就像普通人不能轻易成为圣人一样 普通人也很难随随便便通过一件事物就发现终极真理 好在每一个事物都会拥有理 那么我们就不用非在一个事物上格 我们可以随便格 当然最好是先从儒家的道德准则开始 但你也可以见到什么都格 待人接物也可以格 日常生活也可以格 能格一点是一点 觉得什么容易就格什么 格到什么时候呢 格到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自己什么都懂了 明白了世间的一切道理就完成目标了 前面讲过 认为世间万物当中蕴含相同规律 研究万物可以发现这一规律的思路 和物理学的思路是一样的 朱熹说 学者去研究天为什么那么高 地为什么那么厚 鬼神为什么时隐时现 高山是怎么形成的 这就叫格物 那么假如我们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论 也就是讲究证据 讲究量化的方法去格这些东西 那最后格出来的就会是物理定律了 可惜无论是在佛教前辈 还是朱熹生活的时代 人们不了解科学的方法论 缺少了亚里士多德 培根 伽利略和哥白尼的铺垫 佛教前辈和朱熹再天才 他们去研究大自然 也不会研究出牛顿定律来 因为他们研究的不是这个方向 他们研究出的是什么呢 佛教认为人类最终能领悟到的是 万法性空的佛性 而朱熹认为最后能领悟到的是 全是儒家道德的理 具体来说 就是天地万物自有运行的规律 比如阴阳规律 五行规律 自然万物诞生 成长 衰败 毁灭的规律 这个又变成了道家的思想 你可能有个疑惑 之前我们讲过 善和恶是理性概念 而佛性是超越理性的 所以佛性应该是超越善恶的 根据这个逻辑狂蝉还得出了可以违反戒律的结论呢 那么理也是超越理性概念呢 那么非理性的理是怎么产生理性的道德观呢 理学的解释是理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什么善恶 但是我们人类的行为符合理的规律就是善的 违反了这个规律那就变成恶的了 所以儒家不是强行编了一套道德规范教育人类 是揭示了世间运转的本质规律 奉劝你还是遵守这套规律比较好 这就是儒家道德的本体论 我们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理学 理学的理就是佛家的佛性和道家的道大致的翻版 理是终极着理遍布于所有事物中 是所有事物后面的根本原则 它不能用理性的语言直接描述 我们想要认识到这个理 可以从万事万物当中慢慢领悟 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领悟到理 也就领悟到世间万物的真理了 经过了佛学的学习以后 我们不难发现理学有大量和佛学类似的地方 比如诸熙用月照万川的例子 很像华言宗的因陀罗网宝珠互相相应的比喻 再比如 诸熙认为在理论上 隔一个事物就能发现万物的终极真理 这也很像华言宗的一极一切 禅宗里还有一句名言 清清脆竹总是法身 玉玉黄花无非般若 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真理的完整体现 这跟理学也很相似 在这里很多人还是没明白什么叫格物置之 我简单的给你打个比喻 比如说吧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学习了地球是圆的 不停的转动 我感受了一年四季的轮转 春夏秋冬 草木枯荣 今年的草木枯了 明年草木又生了 我的呼吸一进一出不停的循环 我的眼睛一眨一眨不停的循环 我看到了世上不断的有新出生的婴孩 我也看到了不断有人死亡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圈一圈的转 一直在轮转 一直在轮回 太阳升起又落下 月亮升起又落下 一切事物都是不断的轮转 在轮回 于是我发现了生命就是轮回 这就叫格物置之 因为你发现了很多自然上的这些事物的规律 于是你发现了一切生命都是循环的轮回 所以我的生命也具备轮回的特性 虽然我还没有死亡 但是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一定会经历轮回 这就叫格物置之 通过观察事物 发现绝对真理 关于理学和禅宗的相近之处 还可以注意朱熹的这句话 他说误出理的过程 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 不知不觉自然醒悟 其时固须用力 及其得之也 又却不假用力 此个事不可欲速 欲速则不达 须是慢慢作曲 这正是禅宗对顿悟的阐述 千万不能刻意 而这个一点一点的格物 最终格出真理的做法 分明就是神秀所说的 时时勤浮事 莫时惹尘埃呀 理学和佛学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在于佛教认为 包括世俗生活在内的所有理性知识 都是妄想 都应该破除掉 儒家不一样 儒家认为存在一个非理性的终极真理 但不意味着这终极真理之外的世俗世界是必须抛弃的 天地万物也是真实存在的 世俗生活也是有意义的 他们不停的运动 就是理这个本质规律的体现 所以禅宗用来破除理性概念的公案 傍赫 赫佛骂祖 对理学来说就过分了 理学不需要这样极端的破除理性 他要留下这个世界和儒家的道德 作为最后的底线 作为一心振兴儒学的学者 朱熹很排斥佛教 虽然他排斥佛教 但他的理论跟佛教是一致的 相合的 然而从他的理学当中 我们也能看出他受到了禅宗很严重的影响 以我们过去学过的禅宗这些道理评价理学 那么理学相当于禅宗的不彻底版 这样的理学 既拥有了佛学的哲学体系 阐述了终极真理的奥妙 又符合儒学并非看破一切的入世观 也避免了会能之后毫无规则的公案 惊世骇俗的贺佛骂祖 听上去很不错 如果我们以佛学发展史为坐标 来衡量理学 那么理学是沿着中关般若一路走 走到会能之前 走到神秀那里突然止步了 可是真的停得住吗 这里的关键是 会能所谓的去掉尘埃 没有尘埃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杜撰 它是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结果 凭什么理学说停在哪里就能停在哪里呢 我是鱼蕾 下集再会 鱼蕾老师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